大家好 欢迎来到优哥跨境频道 我是优哥 本期我们讲一下域名解析的一些理论基础知识和实潮教学 在之前的一期视频里面 我曾经讲到用docker来搭建一个wordpress网站里面 我也介绍到了购买服务器 购买域名以及dns绑定和建站的过程 但是在那一期节目里面 我纯粹是一个实潮教学 没有讲到一些理论的基础 这一期我讲一下理论基础 让大家知道dns解释的一些所以然 然后那么大家在绑定其他域名或其他服务器的时候也不会迷茫 另外我还会讲到怎样从其他服务商 转移域名到Namesilo域名服务商 另外还会讲一下域名的 Namesilo购买 还有怎么把域名和服务器在cloudfair进行绑定 那我们开始吧 关于域名解析跟板定的话 它有两个作用 第一就是搭建网站 第二就是 像科学网站它需要一个 伪装成网站的一个 节点进行访问其他的 网站就是代理访问 所以它需要一个媒介 在之前的一个 视频里面我曾经介绍了5分钟简易搭建节点 但是这个节点通常需要我们利用机场进行中转 否则如果你直接使用这个节点的话很容易被抢 那么我们本期学到了就是如果怎样 购买域名以及 DLS解析 然后板定服务器之后我们就可以 学习怎样 搭建一个有域名的节点了 那么我们开始吧 网站的解析过程它其实是这样的 首先你要购买一个服务器 就相当于你买了一个房子 然后服务器会有一个固定的IP 这个IP就相当于一个经纬度 然后我们再 购买一个域名 这域名就相当一个 好记的地名 这个房子 的位置 和空间它是不会变的 但是这个地名你可以 喜欢就改一个 喜欢就改一个 所以我们就需要 域名服务商提供DNS 服务器来进行解析 这DNS服务器就相当于某式的一个土地局 你也可以选择另外一个域名服务商 帮你进行DNS解析 这就相当于你在其他城市 给你的房子 起一个另外的名字 在这里我们会选择指定 靠费来解析DNS 服务器的记录和A记录 DNS服务器 记录就相当于你选择使用哪一个 机构帮你 把名字按到你的房子上 而A记录就相当于 你把名字 直接按到房子的一条记录 在不考虑缓存机制的情况下 访问域名都会通过DNS解析器 把域名解析成IP然后到这个IP里面去直接访问网站 这打个比方就相当于通过地名找到相关的机构 然后找到具体位置然后访问这个地方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实操怎样把 其他服务商的 域名转移到NAMC楼下面 首先我们来到了这个网站 把我们的一个域名 转移到 NAMC楼上 我这边是要把GoDaddy的域名转移到NAMC楼上 所以我就跳到这个 网址里面 这个网站是我翻译过的 就是用中文翻译过的 我点击转移单一域名 然后找到我的域名 点击搜索 点击转移域名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你转移过去的话 他会再给你序一年 然后需要10.4美元 然后我们点击查看 这里支付方式有很多样 我这里就选支付宝 然后点击支付 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域名是我测试用的 我可能不再需要了 所以我就不转移了 这里我介绍怎样用NAMC楼 进行注册和购买域名 首先我们登录到这个网址之后 一开始我们是需要注册的 那么我们填上我们的用户名 邮箱密码以及确认密码 再把这个进行人机身边验证的勾 打上然后 验证一些比如说像 看看有几部小轿车 一般他会看你 那个验证 成功率大概有几个 然后 试情况给你做一到两 次或者三次以上 但是一般没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把这些资料填好了之后 点击创建账户 因为我已经有了账户了 我就直接点击登录就可以了 直接登录的话 会进入这个面板 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个域名的话 你点击这个 仪表盘的这个活动中的域名 然后点击它进行管理就可以了 这边我们 是要购买一个域名 我们可以按右键选择翻译 直接点击这个市场 找到想买的域名 然后我们点击域名 点击域名搜索 这里我们可以弹出很多域名 我们这里把翻译关掉吧 这样不然会很影响我们选域名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点击这个域名是比较贵的 13.95美元 但是这个Namsil的优点就在于它每年的价格都一样 如果你想长久经营的话 我建议你在这里购买域名 就算你要买垃圾域名 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域名 你没有必要就是买那种便宜的吗 像如果是要 做那个魔法上网的 科学上网的 节点搭建的 你们用这种.tom.syl这种比较便宜的那种山寨那种域名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直接点add 添加 我们直接点击支付就进入到这个界面了 然后我们点击checkout 这里它有多种渠道的支付方式 比如说Visa信用卡支付宝 PayPal等 我们可以点击支付宝然后选择 然后 把这个同意条款 勾上 它就会谈到这个 支付界面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支付宝扫码就行了 我这边不打算 购买这个域名所以我就这边就 不付款了 接下来我将介绍怎样 把我们 购买的域名从域名服务商 里面转移到 Cloudflare进行绑定并且解析 之前我们注册好这个Cloudflare之后 点击开始使用 在这里添加我们的站点 点击继续 点击继续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计划 我们选择免费的计划拉到最下面点击继就可以了 这里 这里当我们 跳到这一步的时候 他已经把我们的域名服务 提供商 也展示出来了 并教我们怎样进入到这个 GoDaddy的账户里面 删除他的DNS 服务器 然后 再添加Cloudflare的DNS 服务器 需要注意的是DNS服务器一般有两条的 因为它是需要 备用 而每个DNS服务器名 就有很多个IP主机 进行 协调 绑定和解析 这里我们就跳到GoDaddy的 账户里面 删除这两个DNS服务器吧 进入到GoDaddy的那个域名上 我们点击域名系统 点击名称服务器 也就是DNS服务器 点击更改域名服务器 我们点到最下面那个 我将使用我自己的服务 名称服务器 把这两条记录 添加到这上面来 点击 保存 点击继续 我们保存之后 点击检查名称服务器 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主页上 这里它提示我们 带处理的名称服务器更新 那我们就等个10分钟左右 看看它有没有更新成功 好了我们经过5分钟的等待左右 我们发现这个DNS服务器 已经成功绑定到Cloudflare 上了 然后这个 网站也提示有效 那么我们点击这个 网站上进行DNS配置吧 我们点击DNS 配置 然后添加我们的 记录 我们点击添加记录 这里 有4个 比较重要的选项 类型 名称 IP地址 以及TTL 我们跳到这里来说一下 如果是NS的话 就说明它是域名服务器 域名服务器 至少有两个域名 每个域名大概有多个IP地址 然后它的值为域名服务器的域名 它可以对应解析多个IP 这里讲的就是这两条记录 它的类型是NS 只是域名 因为当我们配置DNS服务器的时候 就已经添加成功了 就已经添加成功了 我们这里就不讲了 然后就是A跟AAA 这里A记录就是相当于 把我们的 二级域名绑定在IP上 只不过A跟AAA的区别就是A是IPv4的 AAA我们不要用的少 是用于IPv6的 当记录类型为A的时候 它的值为IP 而这个CNAME就相当于重 定向到另外一个域名上 比如我们 把一个叫做S的域名 重定向到 叫Twitter.com的域名上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CNAME 它的A记录的区别就是 CNAME的 主级名称是域名 或者是二级域名 然后值 这里我们可以测试添加一下吧 这里我打开我已经 配备好的一个 闲置的服务器的IP IPv4我们 粘贴过去 然后名称我们 就选我们的 跟域名 然后点击保存 注意这个代理 我们要关掉 否则他会把我们的 域名解析成其他IP地址 然后我们再添加一条 二级域名为 www的A记录吧 同样是这个IP网址 把代理状态关掉 点击保存 接下来我们再把 CN记录 添加 点击保存 点击保存 这样我们访问这个域名的时候 他就会重定向到 我们给的这个 另外一个域名上 然后我们再通过这域名解析到 IP地址上 进行访问 这里因为我要演示 而不实际使用 所以我把这条 记录删掉 接下来我们 点击Windows加R 打开运行 弹窗 输入CMD 然后输入Ping的命令 www点 我们的这个网站 看看有没有成功 可以看到我们Ping成功了 而且Ping的网址 也是我们需要绑定的网址 那么 Cloudflare 托管其他域名服务商 提供的域名 并且把域名绑定在 你需要绑定的服务 器的IP上 就介绍完毕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讲一下其他的一些 记录类型 比如说这个ms4网 上的邮箱 值一般就是服务提供商 比如Zeho Zeho我们之前出了一期关于域名绑定邮箱 或者企业邮箱的 这个值就是那个Zeho的网站 然后TST就是一些 邮箱或者其他服务要求添加的记录了 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 就是hostname 就是一些主机名字 一级域名 比如说google.com的话 我们直接选择 二级域名的话 如果是万维网的话 我们就选择www 如果是自己定义的话 比如说abc的话 我们就添加abc 还有一个是放解析 是信号键 手机网站的话 我们加m就可以了 至于这个TTL就是还存时间 你这个记录 如果设定了TTL的话 他就会规定 这段时间里面 不直接去请求新的记录 而直接使用旧的记录 一般是以秒为单位 那么关于域名的解析时潮 比如你购买的域名怎样转移到NeoShiro等域名服务商上 还有域名的购买 域名 绑定到cloudfair进行托管 并且在cloudfair更改 NS服务器 然后在cloudfair上填写 A记录或者CNN记录或者 MS等邮箱记录 还有通过拼域名看看是否绑定成功 这些实操 演示我们就演示完毕了 那么本期 讲域名解析基础 和教学就讲解完毕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可以点击我视频右下角或者视频下方小铃铛进行订阅 也可以来到我的电报群和我交流 那么电报群呢 我也放到了视频描述栏上了 那么下期再见 进行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